窃贼遇上跆拳道金牌国寿当场灾了 台东市民窃贼深夜闯入了一间槟榔摊 搜刮香烟 槟榔等物品 总共价值三万元左右 逃逸的时候被老板的女儿发现 她不但是雨球球后戴姿赢的姐妹袍 还是前亚运跆拳道金牌国寿 看到窃贼她一边尾随在后一边报警 最后跟警方合力将窃贼压制逮捕 这个德国的意义是吧 应该变得逮捕 窃贼被压制在地动弹不得 贪称闯入槟榔摊 窃取财物 你确认就是你们东西吗 是 这些都是吗 都是 62岁的许姓冠妾深夜戴着手套 闯入位于东区静德路的一家槟榔摊 徒手搬开槟榔摊下方的纸板心路行窃 将槟榔摊内的槟榔香烟搜刮一空 正巧店家当天刚好补货 角落一旁有一个装货的布袋 窃贼将赃物放入布袋内 背在身上准备落跑时 被老板的女儿撞进一路紧追不舍 同时报警 尤如伦发现河里将窃贼制服 槟榔两百多包 还有香烟两百多包 那总计大概是三万块 嫌犯不止一次上门偷窃 这一回算是贴到铁板 原来他遇上的不仅是 球后戴姿营的姐妹桃 还是前亚运跆拳道金牌国手夏贤勇 在这里路过 好像里面有找人在拿的东西 看起来还没充足之外 我们大家看着他就来看 话里卖炸了 徐静嫌犯当时身上还带着刀子 夏贤勇说当时不太敢靠近 不过自家东西被偷 说什么都要追回来 嫌犯似乎也知道被发现了 吓得连鞋子掉了都不敢回头见 警方征讯后一切到最前 将他送办 谢谢你们洪杰明台中报导 aient兼人 宝费 并不太高 又不太高